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可以从个人手相看出来 手相好的天生命好 一辈子不用受什么苦就能享受别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而手相不好的人大多命苦 一辈子辛苦劳累 很多时候辛苦的付出还得不到回报 想要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 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那些好的人命中注定会有人服侍 而手相不好的人注定要服侍人 尤其是女人 如果拥有一双富贵命的手相 那一定是三生有幸了 那富贵命的女人手相有哪些呢 下面小香芝就来为酱友们 介绍几种罕见的富贵命女人手相 赶紧来看看有没有你吧 一 手掌心凹陷 财运好 亦得祖辈扶持 掌心凹陷的女人天生富贵命 财运好 能得祖辈帮衬 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 一般出生在家庭较富裕 很多都是喊着金汤勺出生的 一出生就注定衣食无忧 得到众人的喜爱 优越的家庭条件 让他们少吃了很多苦 无论是婚姻还是工作 有家庭做后盾 基本不会遇见什么大灾难 只要自己努力认真 很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 加上祖辈的恩惠 一生的资产不仅丰厚且稳定 这样的女人如果结婚 能给夫家带来好财运 同时也会得到丈夫公婆的宠爱 婚前婚后都是非常幸福的 受万人恩宠 此乃多福之人 二 手掌后事 事业出色 手掌后事的人 无论男女命运都不错 尤其是财运比常人好很多 一般手掌后事的女人 事业运势比较好 她们有事业心 相比爱情 更看重事业 这种女人很精明能干 为人处事圆滑 所以在单位里面 也是一等一的领导人物 如果家庭富裕的 就算是走在后面 也能很快做出自己的成绩 让下面的人心服口服 如果是家事一般的 也能很快地发家致富 就算是搬手起家 也能很快在事业上 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事业道路 因为天生对金钱有一种执念 所以也是非常喜欢金钱的 比较物质 只要跟金钱有关的东西 都很有兴趣 这也是她们能大富大贵的原因之一 三 手掌红润 福气好 人生富贵顺畅 手掌红润 有弹性的女人 最有福气 这种福气可能是来自于家庭 朋友或是爱人 容易受到别人的喜爱 拥有这类首相的女人 天生命好 一生基本不会有吃苦的时候 想要什么 基本不用自己动手 或者说不用付出多大努力 就能获得 让人羡慕 同时她们善良仗义 只要别人有难 无论是谁 只要自己能帮 都会帮 善良和仗义的心态 为她们带来了 良好的人际关系 就算人生遇见什么困难 都会有人出来帮忙化解 此外 手掌红润 有弹性的女人 健康运势好 一生很少生病 所以也比较长寿 一般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都能与伴侣携手倒白头 四 钱财文多 天生富贵王夫 钱财文在无名纸和小纸下面的位置 此部位信条越多 代表钱财越多 钱财文多的女人 钱财都不会少 生活幸福美满 她们的钱财大多来自正财运 当然偏财也是有的 只是不及正财而已 拥有这种首相的女人 事业好 能在工作上获得很大的成就 成就越大 收入就越大 同时她们理财能力惊人 很小就学会了金钱的管理 所以基本上不会有铺张浪费的表现 很会赚钱的她们婚后也是比较幸福的 一般情况下能把家庭打理得很好 事业上也能够帮扶丈夫 一般情况下 因为其强烈的事业心 结婚后还是会出去工作的 能为家庭分担一些经济上的压力 拥有这样的女人的家庭 注定是幸福的 起码不会为衣食而忧心 5.理财文身长 理财能力加能聚财 手掌中理财文就在感情线的上方 拥有这类首相的人财运好 但很多是大器晚成的类型 意思是说 年轻的时候可能会付出比较多 但是到了一定时期就会转大运 财运好运滚滚而来 拥有理财文的女人 理财能力加 很会管理金钱 所以如果这类女人 从事会计 收银 银行等工作 一定会把自己的才华 发挥到最大点 利用自身优势去工作 不仅工作效率高 而且比常人要轻松 因为是自己喜欢慎长的 所以获得的比常人轻松 这种首相的女性 婚前能够凭借出众的理财能力 在职场上职场 婚后更是大富大贵 能帮助丈夫管理钱财 也能进得了厨房和厅堂 简直就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六 手温软如玉 苦难少 钱财多 女人手温软如玉的意思是 手肉肉软软的 而且颜色如玉 这种首相的女人 是典型的富贵命 她们一生中会很少受难 就算有些小苦难 也会有贵人出手帮忙解决 因为这类首相的人 贵人运也是非常旺盛的 可能来自朋友 同事 上司 或者是家人 反正有这些贵人的相伴 享受苦都难 此外 手温软如玉的女人 婚姻运势好 很容易遇见对的人 而且交往的过程 都会很顺利 基本不会有人出来阻碍 走进婚姻殿堂是必然的事 婚后能够得到伴侣欢仇 其旺夫的首相 也深得公婆的喜欢 家庭关系好 还怕婚姻不幸福吗 7.感情线长 感情专一能得丈夫宠爱 感情线深长的女人 婚恋运势好 首先 这类女人感情专一 年轻时候 就算自身外貌出众 桃花旺盛 只要没有遇见心仪的人 也能够独善其身 不会因为桃花旺盛 就陷入问花丛中 一旦遇见喜欢的人 就算全心全意的付出 终其一生的伴随 因为感情运势好 所以走进婚姻 也比较容易 婚后就算烂桃花缠身 也能够做到 对伴侣一心一意 基本不会有出轨的可能 婚后很快就会拥有 双方的爱情结晶 之后会变得更加深爱 这个家庭 还有这个家庭的主人 直到孩子的到来 还是很多丈夫的宠爱 一家人其乐融融 幸福的难以言表 八 手指修长 财貌双全 手指修长的女人 财貌双全 知书达理 是难得的好命之人 拥有这类首相的女人 聪明伶俐 有才华 工作上 能利用自己聪明的脑子 和惊人的才华 获得同志 和上次的赏识和提拔 工作升千块 如果想自己当领导 只要用心去打拼 也能够如愿以偿 所以这类型女性 很多都是大人物 如果不想做老板了 就算在普通职位 也是最优秀的员工 同时 手指修长的女人 一般长相比较出众 就算不是万人迷 走在路上 也是回头率最多的那一个 从小身边的异性就没少过 如果他们想拥有自己的家庭 也是比较容易的事情 看个人如何把握 但最终都是会有幸福的家庭生活的 九 手指圆润 贤妻良母 家业丰厚 手指圆润的女人 看起来就是有福气的人 在首相学里面 确实 手指圆润的女性 大多福气都很好 而且家大业大 拥有这类手相的女人 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类型 其温柔善良的性格 很容易就吸引一心的喜欢 就连同性有时候 也会被他们的魅力所折服 这样的女人 未来定会很容易得到伴侣的喜爱 同时 她们简朴 勤奋 懂得体谅别人 不会因为安逸而颓废 也不会因为苦难而退缩 家里拥有这等女性坐镇 天塌下来都不会怕 因为有她们帮忙顶着 此外 她们祖先比较有钱 所以家庭背景很强大 就算结婚 也能够得到娘家的帮助 非常幸运 十 掌心有志 收入稳定 生活无忧 掌心有志的女人心态好 心思缜密 是能成就大事的人 这样的女人 什么类型的工作都是圣人 但是 如果从事到自己擅长的领域 比如说教育 会计 编辑等行业就更好了 因为这类工作比较枯燥 需要很大的耐心和定力 才能坚持下来 正好这些都是她们特有的 感情上比较专一 但是缺乏浪漫细胞 正因为不善言辞 我不懂取悦 才会让她们婚姻那么稳定 但是如果能找到一个口才好 懂浪漫的人 那就更完美了 平淡的生活里有对方的参与 想必再闷的人也会变得开心快乐吧 别看这类女性比较闷 但胜在能吃苦耐劳 所以婚后很容易就得到家人的喜欢 尤其是长辈更是赞不绝口 丈夫的财力 加上自身的理财顾家能力 一辈子都不会为衣食而忧 天生的享福命 你有以上这些富贵掌纹吗 小将之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手掌心的纹路 是会随着时间来改变的 仅供参考 如果想要自身运势好 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 三脚纹 色纹 方形纹 格子纹 哪种才是真正的富贵掌纹 在人的手掌中 主要有三条大的纹路 分别是感情线 智慧线和生命线 通过观察这些纹路的形状 走向 颜色等 可以大致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 而除了这基本的纹线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样式的杂纹 如三脚纹 侧纹 方形纹 格子纹等等 通过这些杂纹的分布情况 也能够解读一些命运信息 那在这些杂纹中 哪种才是真正的富贵掌纹 小将之今天教给将友们 具体解读一下这些杂纹的含义 一 三脚纹 三脚纹也是人手掌中 经常出现的一种杂纹 当三脚纹的形状校正 且比较清晰时 大都属于吉利的象征 一起来看看 三脚纹在手掌中 不同位置出现时 各有什么寓意 一 三脚纹位于十指下方 代表其人气质出众 有才干 做师严谨 有很好的毅力 抗压性强 通常能够事业有成 不会被埋没 二 三脚纹位于中指下方 代表其人中年以后 事业有成就 理想报复得以实现 三 三脚纹位于无名指下方 代表其人多才多艺 学习能力强 气质超群 才艺出众 此生能有一番作为 四三脚纹位于小指下方 是事业成功获得钱财的 其人踪影过人 有经营管理的才干 可以往商业发展 必定可以有所成就 五三脚纹位于掌心 假如手掌心出现 形状正且大的三脚纹 是大极大力的手相 预示其人 不仅能够在事业上 有所成就 财运也很旺盛 而且会声明远播 很可能会成为 领导级人物 此外 有首相者不论男女 都能找到一位条件 不错的配偶 不过三脚纹 唯独不宜出现在砍弓 会受到行客 而孤寡 六三脚纹位于 婚姻或感情线上 如果三脚型 出现在婚姻或感情线上 则代表其人 会因为婚姻或感情 而获得好的财运或财产 七三脚纹位于智慧线上 会增强人的智慧 帮助其人 在学术理论方面 有所建树 而且其人 具有很好的变才 八三脚纹位于生命线上 这种情况分为两种 一种是三脚纹压在生命线上 表示其人生命力比一般人强 且为人处事圆滑 有贵人相助 其受老板和同事欣赏 当官从商或者自己创业 都有不错的发展 而且事业成就很大 是享福之人 如伪端出现三脚纹 表示到了晚年 颇受人敬佩 另一种情况是 三脚纹紧贴在生命线旁边 表示其人内脏部分有隐疾 如心脏 肝脏 胃等脏器容易出现问题 应提高警觉 及早预防 假如出现不适 要尽快去医院检查 九三脚纹位于手腕线上 手腕线上出现三脚纹 也是一种极力的象征 如在手腕线中心出现三脚纹 表示此人具有天赋疾运 又很好的偏财运 有可能会继承祖辈的遗产 或者是成为某个部门的领导 据显耀之指 假如手腕线上有其他线 所围成的正肩脚型 并非三脚纹 也预示着其人头脑聪明 在某方面具备特殊的能力 并凭此获得巨大财富 二 侧吻 所谓侧吻是指在手指或手掌中 出现多条纵纹 通常情况下 假如纹路清晰分明 大多代表着一种吉祥的寓意 出现在手掌不同的部位 有着不同的预示 一 侧吻位于拇指 假如在拇指的第二个关节处 出现侧吻被称为财富吻 吻路的数量越多表示财富越多 同时也表示其人会更加忙碌 在赚得很多财富的同时 也会非常辛苦 二 侧吻位于食指 侧吻位于食指上的人 机灵聪明 能力出众 在青年时期就可以展露头角 获得不错的成绩 假如侧吻位于食指根部 则被称为小人吻 代表其人会以能力出众 自信强势而得罪人 招来别人的嫉妒 从而在工作中为其制造很多麻烦 侧吻的数量越多 越容易招小人 三 侧吻位于中指上 中指上出现侧吻表示其人 适合在土木 房地产或建筑领域发展 会取得很大成就 并赚取很多的财富 四 侧吻位于无名指 无名指出现侧吻的人性格洒脱 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 不愿意受约束 适合从事自由性相对较高的职业 能够取得不俗的成绩 五 侧吻位于小指上 小指上出现侧吻的人 同样不喜欢束缚 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 更容易出成绩 假如侧吻位于小指根部 被称为财运线 表示其人有着非常好的财运 也很容易大富大贵 侧吻数量越多 财运也越旺 六 侧吻位于金星球 假如金星球上出现侧吻 表示其人精力充沛 协调能力强 气质出众 在艺术方面有特殊的才能 可以凭此获得一定的名气 三 方形文 从首相学的角度来看 方形文代表的是一种正能量 可起到逢凶化极的作用 当人的首掌中出现方形文时 通常都是寓意吉祥的 当然在不同的部位出现 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寓意 一 在各掌丘出现方形文 木星球保护权柄 增加野心能逢凶化极 土星球 指壳面风险能逢凶化极 在如方形文的角边出现红斑点 则表示能躲过火灾 太阳球表示可以避免或减轻灾难厄运 减少事业上的名誉损失 水星球表示可以避免意志不够坚定 所导致的危险 月球表示可以保护用脑过度的危险 避免水灾 第一 火星球可化解危险 避免刀枪伤害 第二 火星球表示可避免刀剑之伤 金星球唯独此处出现方形文是一种凶障 预示着其人一阴年早逝 二 在掌心出现方形文 掌中出现方形文给人的第一印象极好 做人坦坦荡荡 做事单纯 不会在背后使用小手段 可成为各行领域的精英 此外 这也是一种财运旺盛的表现 其人聚财能力很强 非常善于理财 花钱也很节省 绝不会盲目投资 通常都很有钱 而且结婚以后财运会更好 三 感情线上有方形文 感情线上出现方形文是一种不及的信息 其人会经常遇到一些感情方面的困扰 以致常感到郁闷和烦恼 有自毁之倾向 假如感情线处断裂 而在断口处有方形文框柱 则预示着即使有感情危机出现 也无大碍 最终都能化解 四 事业线上有方形文 事业线有四方形文 依附此旁表示此人的事业 或命运获得意外的助力 有惊无险 五 生命线上有方形文 生命线上有方形文的人命大 能决地逢生 一生会有灵异事件发生 若生命线断开 但被方形文框柱 代表其人可逢凶化吉 假如方形文依附在生命线的旁边 或者与生命文没有接触 代表其人有牢狱之灾 或者久病住院 假如生命线与智慧线的交界处出现方形文 表示其人有可能动过外科手术 六 太阳线上有方形文 如太阳线上有方形文 代表其人做事比较顺利 即使遇到麻烦也能很好地解决 四 格子文 所谓格子文就是在手掌中 出现一些交叉的细文 很像一个一个的小格子 当然的内心需求得不到满足 同时又很渴望得到时 手掌中便容易出现这种杂文 当然格子文在手掌中 不同位置出现时 其寓意各异 其胸也各有不同 一 木星秋上有格子文 格子文出现在木星秋时 其人对权力有很强的欲望 假如智慧线形状不佳 其人容易因为自负和傲慢而招致失败 假如智慧线长且下垂至月秋 则表示 此其人头脑灵活 善于分析 口才好 会取得一定的成就 二 土星秋有格子文 土星秋出现格子文时 表示其人喜欢思考 性格较为内向 有主见 但要面子 遇到挫折时容易陷入忧郁 三 太阳秋上有格子文 太阳秋出现格子文时 其人喜欢自我表现 有魄力 有野心 经济直觉敏锐 很有赚钱头脑 很多富商都有这种手下 四 水星秋上有格子文 水星秋上出现格子文时 其人头脑精明 机智灵活 财运较好 如靠近婚姻线处出现格子文 则表示 其人正处于单身状态 一旦走入婚姻 格子文会逐渐消失 五 月秋上有格子文 月秋上出现格子文时 通常代表其人有忧郁 妄想 这种倾向 假如智慧线下垂至月秋时 这种倾向会更为明显 六 金星秋上有格子文 金星秋上出现格子文时 代表其人比较爱美和好色 并且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爱 假如格子文不满整个金星秋 表示其人思虑过多 老神操心事不断 七 大拇指上有格子文 格子文出现在拇指第二节处 表示其人会凭借自己的努力 赚取很多财富 但同时也非常劳碌和辛苦 八 食指上有格子文 在食指第三节指复处出现明显格子文时 表示其人财运旺盛 赚钱比较容易 不论是上班族还是做生意的人 都会遇到好的赚钱机会 九 中指上有格子文 在中指的第三个指节处出现格子文时 表示其人比较自私小气 贤财只进步出 属于因为另死而致富的类型 其实并不是你拥有好的掌纹就一定会怎么样 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 好的掌纹可能意味着你拥有某种素质或机遇 比别人更多一点先天优势而已 但具体命运好不好 能不能大富大贵 关键还得看你后天的努力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运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